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中最焦点的赛事当然是第44届学界田径赛 上年赛事因疫情取消 今届重燃战火有7项纪录被刷新和发 其中镜瓶的黄云乐和理工的盧委员分别是女子A组跳高 和男子大学生组800米打破澳门纪录 而盧校的张子聪收获三金 并且刷新了400米难的学界纪录 拿到南A个人全场总冠军 中学界赛事一直以来都是本老学生的最大的体育盛事 但田径赛很可惜 在去年因为疫情关系取消 今年双隔一届再度举办 玫瑰澳门运动场 一年三日的赛事都天气麻麻 大部分时间内下雨 但都无减学生的热情和发挥 今届一共有7个项目被刷新记录 和大家先看看首日的比赛情况 招点落在男子A组80米难决赛 排第三度是盧校的张子聪 张子聪在初赛以首名晋级 来到决赛在第二难过后已经有明显优势 李慧高二生曾在2019年 在葡萄牙举行的奥林巴克青少年田径赛少年组 收获两面金牌 在中张子聪做出最快时间15秒40 赢得冠军 赛农家吴志豪10.35秒落第二 盧校家梁铁城落贵军 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是第一次比赛 在这段时间都花了很多心思 加上这是第一次要更加努力 而女子A组100米难 直接在决赛分高下 共有7位选手各组 排第四度 到镜萍学校家李晓彤首次参加A组比赛就有好发挥 而同校的苏旋又不断力迫 两人斗到最后 几乎同时冲线 结果李晓彤跑出18秒20 以0.18秒的优势力压苏旋 拿到金标 镜萍在这个项目包办头三名 梁凯林是拿贵军 首先我觉得很兴奋 因为首先那天成绩是我的PB 都在寒假都有一直年 我觉得没有浪费到阿sir 对我的赛赔和自己的努力 而男子大学组800米 李公家路委员 就是以1分56秒59 打破澳门记录的成绩 奪得禁标 来到第二个比赛日 继续有记录被打破 Gamping 学校的王宏乐成为焦点 白衣第三道的王宏乐 这日赛程相当密集 早上赛完100米福赛和跳高后 晚宙还要斗这场雷A200米决赛 虽然体力消耗比较大 但仍然保持到水准 这彎位后明显零先 王宏乐初赛做赛26秒85 今年有不少小A的选手清出于蓝 做出最佳成绩 包括王宏乐 这位高二三在尾段100米未有再发力 以26秒92冲线 不过仍然是抛离第二位陪证的凌海二 超过1秒 第三是另一位的民选手 许程怡 王宏乐除了赢得女A200米金牌之外 亦是女A跳高21米65刷新澳门记录奪录 比吴杰文的究竟记录高3厘米 今天算是一个大的收获 因为平时跳高这几天练习 就是学界之前 都是跳到150、153 完全没有接触过160 以及155以上打后 完全不敢去跳 对自己很没有信心 但今天因为我们教练 和我的队员在 所以令到很有信心去跳过 我们的记录 至于男子A组200米的决赛竞争比较激烈 第七线到越华的李扎峰 跑出23秒49 以Semi优势险胜胜的梁展明 贵军是劳孝的李子鹏 很意外的 因为一开始我们打算 报个200 去当是100米之前的 一个加速跑 一个竞争试一下 然后 到了后来 无端端越跑 越觉得200米 挺适合自己 但是 因为身上有伤了身 然后 今次这个 成绩不算是自己的PBO 但是 今次也是我第一次 坐200米的经验 都是非常贵的可得 而旅B200米方面 牢后的柯卓盈以26秒74 赢到冠军 并将司者林家彦 在2008年所创下架大会记录 推前0.200秒 至于首日 南A81米兰 落到冠军架张子聪 次日的400米兰再做佳職 以56秒33 打破大会和学界记录 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 重头戏 男子A做100米大战 就是与中进行 第四线越华家李俊言 不是初赛和福赛都做出最佳成绩 以首名入到冠军 虽然是学界赛的初哥 但今场也是告别学界赛的一战 最终是跑出11秒47 时间上未再有突破 但都足以赢到学界生涯首的冠军 冠军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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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100米發揮得一般沒有PB 因為打算今天打算可以PB 但因為昨天跳高 100福賽和200決賽 所以整個人沒有勢力 昨天晚上不斷恢復自己 但賽出來的成績不太好 最後一天壓軸上演的接力項目 更是帶起現場氣氛 其中男A4×100米接力 第四線黑衣的月華前三棒 李梓浩、李澤豐和詩新龍 未能拉開兩支勁敵盧孝和豪剛之間的差距 最後一棒接棒時更是出現射微失誤 不過白米冠軍李俊賢全力衝刺 最終以44秒43首名完成 力壓盧孝和豪剛贏得金牌 至於女A4×100米接力決賽 第三線鏡平以接近3秒優勢獲得錦標 盧孝和聖約室5校名列二三 隨著所有接力項目結束 一連三日賽事亦落幕 總結10個團體獎項 由3間學校瓜分 其中鏡平佔了一半 包括女A組總冠軍 豪剛就獲得男A組至C組總冠軍 盧孝收獲兩組第一 而個人獎項方面 鏡平的黃宏洛 是女A8米、200米 跳高拿到三金 兼打破跳高澳門同學界紀錄 以最高32分 拿到女A個人全場總冠軍 盧孝的張子聰亦收獲三金 包括81米難、400米難及400米 並且打破400難學界紀錄 以同樣積分 拿到男A個人全場總冠軍 所以貴甲組排球聯賽 都是貴的週末正式開羅 男子甲組衛免的紅藍衣 首場局數1比3 不敵奧進役或強 沒錯阿發 而女子甲組的賽事亦展開了 衛免的紅藍衣 直落三局擊敗名號 首場期開得勝 先和大家看看女子甲組的賽事 首個比賽日 就有一場比較焦點的對碰 就由爭取九年冠的紅藍 對著上屆第四名名號 兩隊球衣的顏色都相當近似 畫面見到有紅衣球員那隊 就為紅藍獲得今場第一分 今屆的女子甲組 一共有八支球隊各族 首階段才進行單循環的初賽 除了畫面見到這兩隊之外 還有柚傑、忠信、紅藍正、凌鋒A 以及培正AB隊8隊參賽 或者是首場的賽事 紅藍今場球入局比較慢 而且首局出現不少失誤 給明浩不少機會 兩隊在首局已經要打凋事 先到局點的是明浩 拿完這一分就拿到這一局 但是紅藍不要被這件事輕易發生 引擾先 這個扣殺就挽救了球隊這一局 追至24平 其實明浩在這個階段 曾經有兩次機會去衝擊首局的勝利 但是球隊都把握不了 這個失誤都過不了網 紅藍以29比27 險勝第一局 紅藍雖然是衝擊九連冠 但是在最近的賽事中 就輸了給姐妹班培正A 今屆的比賽 培正A相信都是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 而明浩也都在近年的賽事中 都曾經是冠軍戰 跟紅藍較量 實力是有的 但是今場比賽 第二局裡面 明浩竟然分盤 紅藍就輕鬆拿到一局 25比9 去到第三局 明浩也都有覺醒即將 胡亭芝新高就贏了 為球隊拿到這一分 但是之後的發揮 紅藍比較優勝 而且明浩也都有不少自己的失誤 錯失了一些進攻機會 雖然孕如煙這一球就難倒 但之後都沒辦法轉化為自己的攻勢 結果紅藍第三局贏25比17 直落三局 擊敗明浩 拿到首場的勝利 而女甲的揭幕戰 就由六三的忠信對著友健 兩隊都可以說是以原班陣容迎戰 首局亦都打得比較緊湊 最先到達局點的就是忠信 眼裡的朋友相信就已經看到 現場的分牌已經去到22比13 忠信就差三分 就能夠拿到這一局 雖然這一分就失了給友傑 但是忠信 首局仍然贏25比17 第二局的形勢 不同首局亦都差不多 中段 友傑就被忠信拉開分叉 這球打下來過不到馬海靖 轉回張相攻勢 胡詠彤這球球 友傑反而救不到 第二局忠信又贏25比17 友傑尾段的追分亦都打得很頑強 不過關鍵時候 忠信的把握能力的確是較好的 結果第三局 忠信贏25比22 直到三局擊敗友傑 緊接一日亦都上演藍甲賽事 肯莫戰由白衣的紅藍衣 對著奧俊役 紅藍衣就是衛冕冠軍 而奧俊役雖然名字是新 但是他們的班底就是去年的友樂A 贈中繼續都有 李玄彪以及吳戰龍等球員領軍 或者亦都是因為首場的關係 奧俊役這邊入局看來比較慢 早段已經被紅藍衣拉開分差 早早到達賽點底下 奧俊役亦都要提早 去備戰第二局的賽事 這球球就被戴昆成爛了下來 紅藍衣先贏25比12 一個較大的分差 不過第二局情況完全不同 可以說熱好身的奧俊役 上演絕地反擊 第二局雖然打得難分難解 不過奧俊役就能夠搶回一局 贏25比20 兩隊就不用打決勝的第五局 四局就分到勝負 但是贏球的是奧俊役 成勝追擊底下 奧俊役就越戰越勇 第三局就贏25比21 都是僅僅險勝 就跟畫面的戰況一樣 大家都加快節奏 等著的就是對手的失誤 奧俊役這邊突然一個後排的虛攻 也都得到這一分 贏25比23 局數3比1擊敗紅藍衣 今屆的男子甲組也有8隊參賽 除了剛才的紅藍衣以及奧俊役之外 還有慈青、奧俊役、紅藍衣、子豐 以及畫面看到藍白衣的新軍浩俊 首場對著慈青 首局先輸10比25 慈青的陣中依然有勾陣勝 關家傑以及譚哲明等球員在陣中 浩俊在第二局未有太多機會 雖然分數多了 但第二局依然要輸16比25 比賽打三局就結束了 慈青是最後一局 以25比19贏出 直落三局擊敗浩俊 拿到今屆賽事的首勝 全澳美式8號球公開賽決賽 陳永鵬局數9比1擊敗曹敬文收獲錦標 至於一年兩個週末上演的全澳三人籃球聯賽落幕 男子公開組次回合 游青A19比16擊敗游青B 拿到冠軍 今屆全澳三人籃球聯賽 男女子組共有13支隊5個組 一連鬥兩個星期兩個回合 過去星期日就是上演一次回合 男子組的冠軍戰 就是由8-3的游青A 對兄弟班游青B 游青A是由陳偉誠、李兆佳、黃海和翁家健組成 不是首回合奪冠 不是來到次回合初賽 先後擊敗福建和紅藍 雖然只以2分不敵鬥牛 但都是以小組手名出線 四強再擊敗治安警察局B 黃海在3分線外頻頻得手 內線當然交給有身高優勢的陳偉誠 而由青B就由鄧萬耀、林家豪、蔣家希和歐尚賢組成 當中鄧萬耀手感最火熱 外線命中攻入全場最高的10分 兩隊會有得分之下都咬得比較緊湊 直到尾段才有比較明顯的分水嶺 陳偉誠不入 隨即搶籃保重 尤青A不斷在藍底進攻 這次都是靠陳偉誠 後轉身跳射名中 在尾段個人有5分進獎 全場拿到7分 協助尤青A穩住陣腳 最終是野19比16擊敗尤青B 計首回合贏得冠軍後 再次次回合封王 兩回合計上一共贏8場 排名第一 拿到總冠軍 而又稱B就拿到總亞軍 總勝場排第三的是鬥牛 而女製造方面赤兔一枝獨首 兩個回合合計是收獲殺場勝將 收獲總冠軍 江門體育會B和江門體育會A 分別拿總亞軍和桂軍 接著轉看桌球 這項全澳美式8號球公開賽 一共吸引32人各組 一輪激鬥過後 由穿短袖衣的陳永鵬和曹經文 打入決賽 這兩位都是代表隊球手 曾經在1月拍檔出戰 全澳美式10號球雙打賽 當時不敵菲律賓組合鬥居亞軍 兩人都相當熟悉對方的打法 比賽鬥17局9勝 面對舊拍檔 陳永鵬沒有留守 一口氣連贏8局 贏多局就可以拿冠軍 但曹經文稍後有起色 不再翻一局 要反超前並不容易 曹經文之後都未能把握好 最終陳永鵬以局數9比1大勝曹經文 連續四屆奪得冠軍 他們都打得不好 對手跟他們都打得不好 所以才有機會打得這麼遠 現在疫情都沒有什麼比賽 所以現在都很難說 真的很少比賽 外面太少了 貴軍戰方面 深藍外套的陳維堅 以局數9比6擊敗陳偉琦 這項賽事隨著頒獎儀式結束亦落幕 賽球中會理事長林錦雄表示 今年的目標是舉辦10項賽事 而代表隊方面 受到疫情影響外出賽事不多 目前會透過參與內地比賽保持隊員狀態 接著轉到曲棍球聯賽 先看看白山榜首的體校聯 對下有球隊利武台的戰風 開季四年聖家體校聯 不出意外地率先開記錄 見功是林偉龍 時間亦開賽不夠1分鐘 體校聯賽前已經錄到27個入球 攻擊力驚人 這個短角球攻勢 最後將Boss入網架是門前的許俊傑 體校聯領先兩球 完半場前體校聯再次利用短角球機會 梁立民推球入心臟地帶 再由利堅城破門 為球隊半場領先3比0 體校聯賽前未失球 防守相當嚴密 李遲面對開季三戰全敗的利武台 無法維持零失球紀錄 換邊後14分鐘被追止1比3 不過體校聯稍後再擴大優勢 都是短角球攻勢 陳志斌擺脫對方防守球員後 射成4比1 有3球優勢再守都不能掉以輕心 利武台憑著勞家良左攻林志豪射入 追至落後2比4 來到完場前1分鐘 隊友為林志豪架起炮台 競射入網 個人沒開二島 但未能改變敗局 最終體校聯險勝4比3 開季五戰全勝 繼續直綁榜領先 利武台排到數第二 接著看8-3准會對聯絡的戰縫 准會開賽18分鐘憑著李敬鋒入球 領先1比0 這也是半場比數 以中學生為班底的聯絡 來到下半場就堅持不住 接連失球 朱耀宗將優勢擴大到兩球 競射賽前錄得兩勝一負 而聯絡開季四戰全敗 實力有一定的差距 相隔9分鐘 朱耀宗被圍攻仍然冷靜傳蹤 接應的李敬鋒再助攻趙家欣射入空門 零先3比0競射上演入球數 剛剛門前助攻的李敬鋒 一分鐘後摘位競射 個人今場有兩球進彰 梅開爾到的還有趙家欣 這次接應林英偉的傳蹤 撞射成5比0 來到尾段 領隊兼球員的紅毅錦上天花 最終準會大勝6比0 連贏三場 追到與魯士坦尼亞同得9分 但得失球不及對手 繼續排第3 五連拜的聯絡爆尾 至於黑衫的彭利來 對曲棍球俱樂部都是零風對手 彭利來憑著梁東海大演武子棄發 淨勝3比0 暫時錄得三勝一副 這段時間先休息一會 節目第二部份回來會有其他本地體壇消息 歡迎回來節目第二部份 澳門首次舉辦的國際10公里長跑賽會在下個月11日舉行 參賽名額多達1萬個 而體育局局長潘永權表示 正聯絡內地的體育局 希望派出強手來澳參賽 與本澳市民同場競技 賽事設有10公里跑及歡樂跑兩個比賽項目 10公里跑就有6000個參賽名額 路線在西環湖廣場起步 途經觀音像、科學管節版 經西環大橋過筒仔賽段 而終點設在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 路程約5公里的歡樂跑 都會跑上西環大橋 有4000個名額 10公里跑的男子及女子總冠軍 獎金都高達1萬美元 而首名完成的本地男女子參賽者 都可獲頒發1萬澳門元的獎勵 體育局局長潘永權表示 長遠目標是希望將這項賽事 打造成知名的國際賽 我們考慮到 我們每一年整體體育盛事安排的部署 大家知道我們年底亦有國際馬拉松 所以我們有時段的分隔 所以將另外一個長跑賽 這個國際10公里 就放在偏向於上半年這段時間去辦 希望喜歡跑步的朋友 亦都可以分開時段 可以來到澳門參加不同性質的跑步賽 希望提供到給澳門居民也好 或者是一些旅客喜歡跑步的人士也好 有不同時段都可以來到澳門 感受一下澳門不同季節的不同的特色 第一屆可能未必說 真的會有一些其他國家的選手來到澳門 但是我們的長遠發展目標 都希望這個賽事 正如其他以往澳門辦的大型賽事一樣 有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運動員參加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將這個賽事的性質定性 是其他一個國際賽事 本榮權亦都補充了 正和內地的體育局聯繫 希望吸引精英運動員萊奧國族 而為了配合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 參賽者在賽事期間 亦都需要持有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的陰性證明 比賽將會在下個月的11號舉行 而賽事的組委會 亦都與冠名的贊助商 在發佈會上進行了支票遞交儀式 贊助金額為800萬澳門元 新一季甲組足球聯賽 將於今個月的12號開羅 今季繼續有10支球隊參加 包括賓菲加 衛免的澳科州北記 賽事就以雙循環的形式進行 各隊都積極備戰緊 其中澳科州北記 金櫃陣容上補強不少 有域台和艾美達加盟 攻守更加平衡 勢要全力衛免 新一季甲組足球聯賽 將於星期五拉開序幕 今間一如以往有10隊各族 包括去年澳門杯冠軍奔菲加 衛免的澳科州北記 青鋒等等 各支參賽球隊都已經和拳拆掌 其中澳科州北記目標明確 除了要獲得聯賽冠軍之外 也要在杯賽和小球賽清黃 但由於疫情的影響之下 邀請外籍教練來執教的計劃 暫時未能夠實行 疫情的關口未必能進來 希望疫情好時 我們可以再聘請到一些 外國比較專業的教練 幫我們去做 今屆對球隊的目標都是 希望爭取每一行的錦標 我相信今年如果他舉辦到 捉總盃的七人上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 可以拿上去 嘗試去衝擊三行冠軍 今屆澳科州北記 在陣容上可以說是更加完整的 雖然有六位的隊員離開了 但都保留了多名的本地實力好手 包括林家成、韓文輝、彭智亨等等 同時又事不停引入艾美達 以及他的勁敵奔菲加首相 羅致了中堅域堂 加強攻擊力和防守能力 在外援方面 繼續有前澳門足球先生 迪亞高坐陣 他更加有廢機來這裡回巢 令球隊陣容更加深厚 真的完全不同風格 我也知道迪亞高是一個進攻中場 他是負責球隊進攻的重心 而Licky今年來的負責 就是在前鋒禁區或前面 幫我們做一個屏障 第二就是去入球爭取搶點的位置 這個搶點的位置 一直都是執責的藥項 今季來頭的艾美達說 要爭貫並非疑時 但會用行動來證明 同時表示加盟奧科執責的感到很興奮 I'm very excited about joining Maastricht-BK It's a very good challenge and I just want the season to start very quickly because we have a good team and I think the way of playing is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team so they really like to pass the ball on the floor quickly pass the ball and play on the floor so play football on the floor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exciting 而作為代表隊成員之一的林嘉誠 就說目前球隊陣容氣氛不錯 但默契上仍然有待提升 默契方面 所以大家多些磨合 多些出聲多些提場 因為融合那些 其實我的問題是不大 甚至我們真的對今季的聯賽有信心 今屆澳科州北記要衝擊聯賽冠軍 最大的競爭對手相信是賓菲加纜 這次過去九年贏到五次聯賽冠軍的球隊 今季雖然有兩位主力離隊 但陣中仍然有陳敏、利安勞等入選過代表隊的成員 亦都來自將海珊加強中場的控球能力 總監歐華德說 球隊今季目標與過往不同 會考慮長遠的發展 將重心擺在年輕球員身上 因此外援名額縮減到兩名 分別是蓮娜利和艾力森 我們現在想加強本地班 用來未來這十年 我們可以組一個更加強的本地球隊 如果我們減外援的額 讓本地球員多些時間練 我們一出去踢亞協盃 最多是有三個外援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想法 來發展 而為進一步落實培養青少年的方針 主教練的一職也改由比嘉道出任 之前在本地球隊士博亭 擔任過教練的比嘉道 調教青少年球員有一手甲 過往都曾經在葡萄牙競女士博亭的青年軍 作為教練團之一 這是我們的主要項目 這季節是發展一些年輕人 他們已經訓練得很堅硬 這就是我們在做過一整個月 他們已經工作得很堅硬 一些球員都明白我的概念 我也明白他們的思考 所以他們的思考很好 他們的思考很好 在璃台和杜蘭迪離隊之後 陳敏記位置變得更加重要 他認為目前球隊狀態仍然有待提升 始終他們兩個離開球隊 可能對我們的後防線是非常大的打擊 希望跟多些新的球員溝通 現在的狀態 每個球員其實體能是有的 但是各方面的戰術 針對性的訓練 暫時都有待加強 而上屆第二名的青鋒金季陣容 跟去年杯賽大致相同 會繼續以外回射手高美斯作為領軍人物 加上奧馬回歸 帶領著一群年輕球員 包括楊力恆、蕭蓉穗等精戰 由於疫情影響之下 青鋒其餘的外援都未能夠回歐 加上為了培養年輕的一代 主教練萊偉業 都在U19隊中 提升了六位球員到一隊 他說今年的目標 是希望能夠守在前四位置 當然今年的目標 希望能夠保持在前四位置 當然我知道今年會難一點 第一打雙全環 第二就是很多球隊都增加了很多人 我們的原意上都是希望保留給多些年輕人 如果用得太多外援的名額 對年輕人是不公平的 至於上屆聯賽第七名 在澳門杯收獲第四的士波亭 今季戰鬥力有所下降 但美達離開對球隊影響不少 陣中只保留兩名的外援 當眾包括上一季 衛士波停入不少球的巴伯斯達 領隊卡比拿就說 今季球隊目標都是希望能夠打入前四 但坦然目前狀態不夠 會一場一場去拚 至於徵戰本地甲組多年的警察 在有常規訓練情況之下 教練鄭俊文就說 球隊狀態理想 目前需要在體能上再加強 狀態會提供他們的體能 首先提供他們的體能 因為我覺得對戰術來說 大家都在去年磨合 而且默契上都沒問題 警察現時處於新路交替階段 代表梁俊仍然是領軍人物 但鄭俊文補充 新賽季的上場時間將會減少 會比更多年輕球員出場機會 而門章梁俊傑同樣表示 目前球隊的角色都會慢慢轉變 湖門都連我 有三個 其實有兩個比較年輕 可能他們兩個會比較多下場 或者會協助他們 打回比賽 多數會比他們兩個出場多些 另一支本地傳統勁女 加以今季目標 跟過去幾年相似 同樣都會將重心擺在年輕球員身上 領隊關偉林就說 不期望能夠拿到冠軍 但能夠打入前四已經是相當成功 希望能夠在比賽過程中 和整個過程中能夠培訓更多的年輕球員 所以我們現在 在這段期間 我們自己都著重很多內部的體力 戰略 或者在珠海 我們都有去打多些的友誼賽 這樣大家可以令到更加多的比賽經驗 加以今季由蔡成章領軍 鎮中老大哥龔正豪就說 經過去年杯賽的磨合之後 不少年輕球員已經成長 加上都來自了不少有質素的球員 今季會以前三作為目標 今年雙循環應該在 我們教練分配戰術和球員方面 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始終有些球員都是年輕球員 他理解戰術方面都未很成熟 那這些可能是我 或者舊友的球員 譬如華蓮那些會幫忙 帶一帶的年輕球員 至於蒙蒂卡羅 今季在教練上有所改變 過往擔任隊長的鄭正陽轉變角色 成為球隊的教練團之一 和另一位教練謝文達 共同執教蒙蒂卡羅 鄭正陽表示 今年球隊是困難的一年 目標會放在胡級 今年我們的目標 會定在胡級為主 當然不是代表我們一定是弱隊 我們都要灌輸給球員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希望每一場 我們都要有爭勝的決心 希望一步一步 如果我們的分數足夠的時候 可能我們就會說 我們可否挑戰一下前四呢 但實際一點 我都希望可以定在胡級為主 蒙蒂卡羅受疫情影響之下 今年沒有引入外援 開季會以全本地球員出戰 但鄭正陽補充都預留了國援的名額 至於另一位教練謝文達 認為球隊的身美質素上 仍然有待進步 其實上年的不足 就是可能我們的球員比較年輕 可能有些只有15、16歲 可能上年都是第一年踢甲、奧甲 所以今年 相信今年的經驗狀況是好一點 但始終因為很多都是年輕球員 可能有時心理質素 或者經驗是未夠的 所以我們都會慢慢再跟他們調節一下 而上屆以第六名完成的行勢 今屆都有不少球員離隊 但亦都有後防主力林家寶留隊 都邀請到曾有甲組經驗的鄧浩輝加盟 外援方面都有四個名額 但暫時未能夠代表球隊上陣 開季只能以全本地班出戰 技術總監陳文健就說 今季以胡級為優先 比較年輕了 希望這班青年努力一點 在中右那邊今年不講班 未來年希望成績好一點 第一要先給他們一個信心 往年大家都沒有什麼信心 我出來操的時候 看到球員的心理沒有什麼信心 操了三個信心就變大了 希望他們有些鬥志 有些放心去打 至於兩支星班馬聯絡和蒲仁之家 今屆目標同樣留在甲組為主 蒲仁之家的球員大多數來自大學 主教練馬丁士表示 球隊訓練不夠 但勝在年輕和有潛力 讓我們看看我們能夠勝出 讓我們開始的球隊 很好 但這年問題是 我們沒有時間 因為我們練習太多 我認為我的隊伍可以做好工作 因為他們是很年輕的球員 自己去年在杯賽包尾的聯絡 今季陣容大致不變 但加入了李梓健和李嘉琦 加強防守能力 中場都有一名愛援 法蘭盜作支援 教練蔡文帆就說 防守反擊為球隊著重的打法 都會是著重防守先行的 然後就會在一些把握反擊的機會 來到挑戰對手的後防線 從而為球隊脫得入球的 今季甲組聯賽會以雙循環進行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公佈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如果疫情令比賽暫停 但能夠在兩個星期內復賽 相關的賽程將會順現 但如果超過三個星期都未能夠比賽 就會有以下的安排 包括未完成單場環賽事 整季聯賽就會取消 如果完成單場環計劃 那就以首場環的成績作計算 並取消升降班制 比賽將會今個月12號開羅 希望戰會由奔菲加隊行駛 安排九點進行 首輪另外四場比賽 分別是星期六日進行 星期六兩場賽事 七點頭場有嘉義對警察 而九點就有聯絡對蒲仁之家 至於星期日頭場有 士布亭對澳科澤北記 尾場有青鋒對蒙地卡羅 以上比賽全部在澳門運動場進行 傳統籃球銀牌賽星期三晚正式開羅 高級組繼續有八支隊伍參賽 其中衛免的福建在揭幕戰 先亮相 首對手是星班馬奧翔 這支本地藍坦的常勝軍 也積極去備戰 去迎戰各隊的挑戰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 銀牌賽停辦一屆 到今年有條件許可底下 藍總重新展開四個組別的比賽 其中藍子公開組有27隊 女子公開組有15隊 女子青年組有12隊 而焦點的高級組 就一如以往有8隊各組 賽制亦都跟以前相同 初賽採用分組單循環制 小組頭兩名出線 而福賽就是交叉對賽 產生冠牙軍 銀牌賽作為我們年度計劃的 一個重頭的比賽 我們其實就是 去年疫情之後 我們開始復賽 雖然是辦不到 但都辦了一個高級組 雖然是簡單的一個淘汰賽 接著在過了一年之後 我們澳門相對穩定 我們亦都是得到政府的支持 已經在籌備銀牌賽的所有工作 賽制跟以往差不多了 恢復正常 暫時恢復正常 相對來說 那個場次會多一點 即將展開的高級組比賽 各支隊伍也積極地戰 去年福建砌造聯賽十年冠 在銀牌賽的目標也都放眼六年吧 陣容方面就進一步年輕化 希望打出好成績 前部上面有少少變動的就是 阿鵬落去福清 李智鵬都上了來福建 在陣容的年紀上面就年輕一點 阿鵬就落去福清 帶著福清去打 變相有些年輕人上來福建 可能在進攻上面 那個體力上面會比以前好一點 至於近期備受爭議的 南總會員朱測基 羅憲明就表示 希望南總不能夠再作考慮 現場很多球員都不明白這一筆錢的費用 加上你在澳門這個環境 其實搞一對球已經很困難 你還要去交這一筆費用 對於大部分球隊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負擔 變相你在賽制上都沒有改變 可能註冊了 只是打一兩場球已經完了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再改善一下這個環節 好了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竟然群英除了星期二晚上10點半首播之外 星期三上午10點半 下午3點在澳市澳門 澳門體育以及澳門資訊都會有重播 又或者可以瀏覽我們的網站 重溫今集的內容 提提大家 本台今個星期會繼續直播多項足球賽時間 包括歐冠、歐聯、西甲、英冠和日積的比賽 大家記得留意收看 今集節目來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賣賣的